神,你的荣耀已经充满在这里 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就站立在这个地 主,我们祈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求你用你的手牵引着我们的手 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生命的深处 主,我求你让我们得享你丰盛的生命 今天我渴望你的话 如露可慕洗水一样来在你面前 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饥渴故意 主,我恳求你,让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 在属灵的知识上,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足 主,我求你赐下你天上的话语 为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 就能够活出你美好的恩典 把这些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佛神 求你与我们以下的礼拜同在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对旁边请问候好了 你要感谢神 你要活出感恩的生命 感谢的人是幸福的人 感谢人是幸福的 你问旁边人好 你是常常感谢的人呢 我们祝愿我们各位同姐妹是常常感恩 常常感谢的人 阿们 我们心里面这个苦毒啊 忧愁都拿掉了 让我们每天活出感恩的生命 那么所以说我们十一月份是一个感谢的一个月 希望你每天都有这个时间来思考 为什么要感谢 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 诗篇116篇第17节 一起来看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读 起 我要以感谢为祭 又要求告耶华的福音 阿们 所以我们要把感谢当作什么样 像敬拜 像礼拜一样 费为谁呀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福祉 马在福音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好了 马在福音说 我们先来读一下 他叫日头 照海 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地人 也给不义的人 很多人就不喜欢这句话 我们都是信你的 我们都是你的儿女的 就对我们好点呗 是吧 那个不信你的那些歹人 恶人 为什么还这么的发达呀 对吧 因为神的日子还没有怎么样 没有到 神看这些歹人 恶人 或者是 我们觉得神不喜悦的人 但是神是喜悦的 神现在到底怎么样 早日回到神的面前 大家穿的赞美不是这样 有谁在为这些人祷告 有谁为这些人走出去 那些在死亡的因果当中的 走向灭亡的神的百姓 靠我们 我们要出去 阿们 好 那么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但是这些被神所爱的人 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万的 不算以前时代的人数 我们是算不来的 对吧 我们是算现在很全国的人 如果按照以前算的话 我们就算不过来的 上下五千年了 我们今天全国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口 今天统计的话 大概有多少人呢 全世界 73 73 差不多76亿左右 整个世界上的 大概有多少人呢 76亿左右 75亿左右 那这75亿人当中 有多少人 常常来到神面前感恩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75亿人当中 常常来到神面前感恩的人呢 希望我们是 阿们 我们对旁边大人好吗 你是感恩的人 你是感恩的人 我希望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 来到神面前常常感恩的人 那我们看这个世界人口的这个宗教人口 基督教 有多少人呢 21亿 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多少 33左右 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33左右 但是 这个基督教人口里面包含了几种 不同的 教派 对吧 第一种是什么呀 天主教 天主教的人口要超过什么呀 基督徒 超过我们所说的新教的基督徒 天主教有多少人呢 11亿左右 基督教新教 我们今天我们叫基督教新教 我们改革了嘛 对吧 我们不再腐败了 不再按照 这个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事做事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脱离了原先的那个腐败的 不按圣经原则的 那个宗教 叫基督教新教 多少人呢 3.5亿左右 不多呀 不多 然后还有其他的宗教有多少人呢 6亿 举例来说 在很多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 有什么 大宗教 东正教 还有什么呀 其他的教派 他们也是信耶稣的 信基督的 只是我们的神心理论有些区别 但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再看下面好了 我们看的都是基督教 其他宗教 我们看一下 世界上宗教人口最多的是什么呀 实际上是伊斯兰教 多少人呢 13亿人口 和中国人口差很多对吧 所以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和中国对抗的 伊斯兰呢 是吧 一个人对一个人都对上来 伊斯兰 多少人呢 13亿 印度教 多少人呢 九亿 所以世界上三大宗教是哪三大宗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 不是佛教 不是佛教 佛教是从印度教分出来的一个什么呀 分支 他们属于印度教 我们看还有啊 下面是儒教 韩国还可以叫儒教 儒教儒家儒学 占多少人啊 人口不少了 对吧 大概有四亿左右 然后什么呢 佛教 佛教人口也不多了 只有在中国或什么呀 中国旁边的几个国家才有佛教 多少人呢 四亿人左右 原始信仰 原始信仰 就是自发的 这个民族的和这个地区的信仰 多少人呢 四亿 犹太教 很少 一千四百万左右 没有宗教线 我就信我自己 或者无神论 对吧 我们叫唯物主义 多少人啊 十亿左右 所以在这些宗教当中 基督教的人数 大概占了二十亿左右 对吧 二十亿左右 百分之三十三的世界人口 那么有多少人 是常常 面前献上感恩的祭呢 有多少基督徒 每天都能够来到神面前 感恩呢 作为相信耶稣的儿女 我们都得到了极大的恩典 但有多少人来到神面前 向他告白 我要感谢你 很多人 如果上帝得到了恩典 心里却不知道 感谢神 也不清楚应当过感恩的生活 更不知道应当向神 表示感谢 于是许多人找错了对象 感谢了那个对象错误了 去感谢 那个弥勒佛 要关心呢 感谢什么呀 感谢一些不该感谢 我们真正要感谢的是谁呢 是我们在牵手的父神 所以基督徒常常说 自己是得到上帝恩典的 但我们却 有多少人每天 抽出神所需的时间 感谢他 我们是否过着 报答主恩典的生活 那第一点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点 就是什么是感恩 什么是感恩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呀 感恩是什么呀 就是把得到的好处 把得到的好处怎么样啊 通过感情的形式表现出来 回馈给 帮助我们的人 就感恩吗 是吧 把得到的好处 回馈给什么呢 帮助我们的人 或者对我们有好处的人 用语言 用礼物 用各种方式 我们叫什么呢 感恩 对吧 广义的角度呢 感恩是 用人爱 喜乐的心 看待和对待人 世间的人和事 这样的人 经常冲出 一个什么样的心 感恩的心 他不是说 对某件事感 而是心中 充满着什么呢 对人 对事总是有种什么样 感恩的一种心态 广义的角度来说 不是没人 认为这样的心态 有的人是怀着 愤恨的这个心态 在生活的 对吧 所以这个 怀着感恩心态的人 是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人生 所以说呀 感恩只数了多少 决定着这个人 幸福的程度 对吧 你的心中感恩多 你就幸福多一点 感恩少 你就怎么样 幸福少一点 对于基督徒而言呢 我们只有拥有 感恩的生命 才能更好地 认识耶稣 跟随耶稣 我们更好地 去对待他人 所以我们把这个 总结成三部分 第一要怎么样 要知恩 对吧 你不知道恩典 你怎么去感谢 第一点要怎么样呢 要知道恩典 第二是什么呢 感谢这个恩典 知恩是什么意思呀 知恩就是 接受到帮助的人 必须认识到 帮助之人的好意 和他为我们所付出的努力 就是我知道 他帮助我了 他对我好 我明白 很多人是不明白 第一点要怎么样 要知恩才可以 第二点什么 要感恩 什么叫感恩呢 就是 接受了恩典的人 从内心当中 珍惜 这种帮助 或什么呢 和善意的行为 并且产生一种感激 感谢的感情 还没有付出于行动 但是心中有什么样 有感激 你对我好 我对心当中 对你有 那有一种感激的 这种情感 我们叫感恩 对吧 受到感动了嘛 感恩 第三是什么呀 抱恩 中国有句话 就是知恩 要学会什么呀 抱恩 就是接受到恩典的人 将感谢 付出于什么呢 行动 我要表达出来 不过什么呢 不过一种行动 表达出来 所以把这种恩惠 对我们施行恩惠的人 进行什么呀 回报 叫什么呀 叫抱恩 所以这三点是互相怎么样 连接在一起 你知不知道感恩是不行的 你感恩不报 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三点要连在一起 才可以 圣经当中是如何描写 对感恩的这种描述 我们看第一点 说感恩是神的旨意和命令 我们对旁边大家说 感恩是神的旨意 感恩是神的命令 我想做 不想做 这个我 我愿意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行 神说什么呀 你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 感恩 因为这是我的什么呢 我的命 我们读一下经文好了 提萨卢迪甲前书五章 十六节的十二节 再来读一下 要常常喜乐 不助地祷告 凡是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对吧 感恩是什么呢 是神的旨意 就好像那皇帝下的圣旨一样 必须要做才行的 不做是什么呀 抗止不尊嘛 是吧 抗止不尊就危险了 是吧 皇帝的这个旨意 他可以抗 神的旨意 你怎么可以抗 是吧 多危险 所以使徒保罗 通过这个经文 劝导我们说什么 说你们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祷告 要常常感谢 因为这是神 在耶稣基督里 向你们所定的什么呢 旨意和命令 常常喜乐 在患难中也不例外 不做的祷告 与神经常保持一种 亲密沟通的关系 凡是感谢 无论是遇到苦 遇到乐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我们是要信靠主 我们才能做到什么呢 感谢 并且也应该做到这三点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希望各位队姐妹 你不要忘记了 为什么要感谢 第一点 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阿们 神的命令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因为感谢人是健康的人 对吧 不感谢人 里面都是面子的话 这就容易得病 为了我们好 所以让你们感谢 第二点呢 因为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呢 祭物 神所喜悦的祭物 我们看诗篇里面是怎么说的 诗篇说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 献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什么呢 荣耀神 那安正过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阿们 我们在神面前 献上感恩的祭 献上感恩的礼拜的时候 才会怎么样 得着神的悦纳 得着神的救恩 阿们 所以这个感谢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神对这些 旧约时代献祭的人 对他们说什么 跟他们立约 说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要向我献上 感谢的祭 先知约拿呀 在这个 鱼腑鱼 鱼的这个肚子里面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祷告 他祷告总说的 他说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 耶和华 阿们 你看感谢 为什么联在一起呀 和救恩 经常联在一起 我们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在神面前 得着神所幸福 什么呢 救恩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 祭祕 也算是一种礼物 是吧 所以我们献祭神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感谢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礼拜呢 因为感恩嘛 为什么要奉献呢 你感恩嘛 为什么要奉献赞美呢 因为感谢 所有的一切都是 因着我们的一颗 感谢的心来报答神 我们才做这个事情 阿们 所以感谢 是我们生命当中 不可缺少的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点 感恩是什么 是蒙福的途径和道路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这个人叫约伯呀 就业当中这个约伯 受到了极大的苦难 对吧 但是他仍然怎么样 仍然有信心 就算是有苦难 他仍然怎么样 不离开神 而且称受神的名 约伯在一章二十一节 他这样说 他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但是最后这句话 就重要了 耶和华的名是 因他承送 阿们 因为我很聪明啊 对吧 我什么也没有 对吧 给我的是谁呢 是神 拿走的也是神 但是没有一件事情 我要做 我要承送耶和 阿们 有些人都会看一下 约伯记啊 受了极大的苦难 仍然能够活在 感恩当中的人 所以对敬畏神的人来说呀 苦难 反而让人的灵性和生命 可以更加安全 苦难让我们什么样 让我们成长 信息能够更加坚定 所以约伯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向神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告白 他说什么 从前我风轮有你 今天我怎么样 亲眼见到你 从前我是在知识上 在头脑上 我理解你了 理性上通过了 我知道神是怎样的神 可是我怎么样 并不真正认识你 但是今天怎么样呢 我亲眼见到你 我经历到你 阿们 希望我们各位伯父姐妹 在你们生命当中 度过感恩 度过感谢 能够亲身的经历到神 也能够像约伯一样 在神面前告白 我在理论上 在头脑上 在知识上认识的 这位神 我今天怎么样 亲眼可以看到他 阿们 所以神呢 未曾应许我们在世上的道路 是一帆风顺 上帝在圣经当中 没有这样的说法 说你们信了我 是没有我的儿女 就让你们一帆风顺 你们的道路都是平坦的 你们在圣经当中 找到这样的话 对吧 圣经当中说什么呀 说我没有应许你们 那个道路是平坦的 我们中国的赞美诗里 给大家看看吧 神未曾应许 天色长蓝 是吧 有晴天 又有阴天 有雨天 又什么呢 也有风暴 反而高雄什么呢 在世上里面有苦难 但是他说什么呢 你们要放心 你们进入到神的里面 就有什么呢 永远都平安 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 阿们 约翰福音诗六章三十三节 接下来 我们下号 请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 圣世界 阿们 给旁边大声好 你一定会有苦难 你一定会有苦难 你盘着心会有苦难 一定会有苦难 这是神说的话 还有对方便大说 但你可以放心 耶稣已经圣了世界 在耶稣里有真正的平安 阿们 我们有一个防御 对吧 你进到他的里面 就没问题 希望我们在神的里面的 弟兄姐妹们 你们都能够进入到 耶稣的里面 得到圣所欺负 我们真正的平安 阿们 阿们 十多行传十四章二章 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 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许多艰难 所以就算是有苦难 那也要怎么样 感谢神 感谢你让我遇到 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才唱的赞美 唱得多好 感谢玫瑰有刺 玫瑰有刺 玫瑰有刺这么好看 但是有什么样 有刺 感谢旁边的人好 对旁边的人好 感谢你有刺 因为你像玫瑰花一样美丽 我们都有刺 有时候扎自己 有时候扎别人 可是他对我们说什么呢 苦难是蒙古的道路 你们要活出一个 什么样的生命呢 感恩的生命 感谢我们面对的苦难 感谢面对的环境 阿们 第四 感恩是什么样 是甘心的接受 我们面对的所有的 什么样 现实的环境 甘心的接受现状 我们不会预期的结果 赞美神 我们知道将来的道路是怎样的 我们会为了将来的 神感谢赞美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面对的所有的环境 我们要怎么样 要感谢神 阿们 感谢你让我遇到我的妻子 感谢你让我遇到我的孩子 感谢你给了我这样的夫妻 母亲 感谢你给了我这样的朋友 同学 感谢你让我来到韩国 遇到我不喜欢的韩国人 感谢 不感谢不行 阿们 大概翻译已经翻译过来了 原来你们不喜欢我 没有 感谢 阿们 接受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现状的环境 而且我们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环境 就当成成了神为我们所设定的指引和命令 我们应该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都是完美 除非我们不心甘情愿接受我们面对的环境 我们就会怎么样 满意 不满 神呢 我不感谢你给我遇到的环境 因为我太难了 太上心了 太难过 给我换一个环境 可是我们应当怎么样 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 就是我们感恩的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个什么样 要素 阿们 否则呀 神不能是我们按照他原有的计划怎么样 去行事 对方说 神为你预备了最完美的计划 神为你预备了最完美的计划 神为你预备了最好的道路 神为你预备了最好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感谢今天我们面对所有的环境 阿们 有多少时候 我们说给我换一个父母多好 是吧 小的时候我经常这样去 我去想 哎呦 为什么我身在这个家庭当中 给我换一个家庭多好 是吧 结婚了 遇到了我们的另一半 爱的死去活来的那个另一半 结婚之后我就想 为什么让我遇到他 给我机会换下心情啊 没机会了 因为神对我们预备的都是什么的 最好的 阿们 所以要慎重选择才可以 向神祷告 求神对我们预备最好的 给你的就是你的 跑不了 阿们 让我们预备 乐意地接受我们面对所有的环境 我们的现状 第五感恩是我们得胜的什么呢 秘军 感恩是我们得胜的秘军 在以色列 有一个王 犹大 犹大的王 这个王的名字叫约沙哈 这个王受到了军队的攻击 他感到没有力量 因为这些军队的人数太多了 他们没有什么兵器 没有什么人 所以他就怎么样 无助了 无助的时候他怎么样 向神祷告 神通过撒加利亚的儿子 亚哈西告诉约沙法王 说什么样 说不要因为敌军 不要因为这些军队恐惧惊慌 明天你就可以去什么呢 去打仗 去面对敌人 因为耶华与你们同在 通过先告诉这个约沙法王 约沙法王和国民和百姓们商量 他们就设立了什么样的人啊 设立了歌唱的人 唱什么样 唱赞美 宋赞也不怕 让这些唱歌的人穿上什么样 穿上圣洁的礼服 走在军队的前面 赞美也不怕 我想的中国的这个军队也是这样 是吧 打仗之前前面有什么人啊 什么人啊 击骨的人是吧 就像越琴一样 但是还没有这个带着别奇出去的军队 我好像 可是约沙法王他设定的方式是什么样 在我们战争之前 最前面的人是什么人啊 赞美的人 什么意思 我们要先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 阿们 因为神你是让我们得胜的神 得胜在于谁呢 在于神 阿们 所以他可以先来到神面前感谢 所以他在神面前说一句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感谢神的一句话 很多人说这个话也说祷告 说什么呢 说当称谢严寡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出 阿们 刚才我们说到的约南 他和他说不一样话 被扔到那个大鱼肚子里面 差点被被淹死的人 仍然来到神面前 向神说什么 说当称谢严寡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出 阿们 对旁边大家说好 以当感谢严寡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出 所以这些犹太人 犹太人在唱完赞美之后 耶和华就派什么呀 耶和华派民去击杀了攻击犹太人的军队 所以他们就得胜了 有时间你可以参照一下 历代至下二十章这个经文 又想法是如何得胜 靠着赞美得胜 靠着感谢得胜 所以感恩是我们得胜的什么呢 秘诀 阿们 感恩是有能力的 感谢是有能力的 一个感谢的人是可以得胜的人 保罗 新耶时代的保罗呀 和他的这个同工叫希拉 这两个人一起去什么地方去呀 去外地去宣教 去传福音 结果看到一个人身上附了什么呀 附了鬼 保罗奉耶稣基督明的鬼出去了 鬼就出去了 就这个使女呀 的主人就恨保罗 我利用这个使女在做 什么事情啊 赚钱的事情 你把这个鬼赶着去 我怎么办 就让保罗怎么样 希拉送到经营里去 我们看一下经文好 使徒行诞十六章 十九节开始 使女的主人 主人们见得利的职吗 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见首领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拨了他们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尖里 嘱咐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尖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 众求犯也侧耳而尽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熟患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阿们 哇 看 感恩的能力 赞美的能力 所以下次你们就算在监狱里面 也不要担心啊 大声的赞美 那时候 神会怎么样 就奇妙地工作 我们看保罗和希拉 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能够向神感谢的 就算是被人冤枉 送到监狱里面 仍然怎么样 感谢神 给他们的环境 赞美的能力 感谢的能力就怎么样 就彰显出 这段剑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后面有一句话 对这个看守坚异的人说什么 说不要伤害自己 要信主耶稣 你和你全家就必然有救 阿们 你对旁边大说 感恩是有能力的 赞美是有能力的 各位众姐妹 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的生命当中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觉得你有了疾病 你有了环境 你只要做一件事 神一定会医治你 感谢 赞美 阿们 如果你真成为一个感谢的人 成为一个赞美的人 神不会亏待他的仆人 不会看着他的儿女 走向什么呢 走向主 阿们 第二个 为什么要感谢呀 有人说呀 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在什么地方 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在脑里 也对 在心里 对吧 内心当中的什么呀 争战 看见都不饶是最大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战争能超越 内心的紧张 我们的内心 充满了什么呢 很多罪 对吧 污秽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也充满了什么呢 充满了罪恶 如今 我们被耶稣的宝血 洁净了 耶稣 医治了我们的心里 灵魂 所有的疾病 使我们从罪恶当中 释放和拯救出来 我们应当感谢耶稣 基督 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兵 这是我们最要感谢的一件事情 我们应当感谢 过全新的感恩的这种生活 感谢神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到底要感谢的生命 是什么 如果你查找什么的话 太多了 对吧 但是我们讲给出七个理由 我们看第一个理由是什么 第一要感谢神的赦免 我们读一个经文 诗篇103天 第三节怎么说的 他赦免你一切罪业 医治你的一切基地 第二要感谢什么 感谢神医治我们一切的基地 感谢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Amen 我对旁边大说好 你要感谢 感谢神赦免你所有的罪 感谢神医治你所有的基地 你想得医治 想得盛免 我们先要用感恩的心 来到神面前向告白 才可以 第三是什么呀 感谢神的救赎 因为在诗篇103天 第四节说什么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观念 他拯救我们 什么脱离什么呢 脱离死亡 所以这三个原因 是基于上帝的什么样 涉猎 医治和救赎 所以我们要来的神面 请你感谢 圣经当中 马太福音12 21节说什么的 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若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感谢神 赦免我们 感谢神 怎么样 医治我们 感谢神救赎我们 物质只能给我们带来 肉体的 战时性的满足 但是物质不能够可以 真正延续我们的生命 也不能够真正 我们的灵魂带来什么呢 真正的满足 当人类选择远离神的时候 人就出现了一个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什么问题 死亡的问题 物质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 钱也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只有神才能够解决 诗经103圈经 那如果告诉我们说什么 说 他涉免我们所有的罪过 医治我所有的疾病 他救出我 摆脱死亡 阿们 只有神的恩典 才能够 让人脱离死亡 他涉免我们所有的罪 意味着神 不再定我们的罪 他用自己的血 遮盖了我们的罪 看我们是一个义人 他医治了我们所有的疾病 意味着 他用他的全能医治了 我们肉体和灵性的什么样 疾病 他救赎我们脱离死亡 意味着他替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 因我们 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 而脱离了什么呢 真正的死亡得到永远的生命 阿们 所以我们最要感谢的什么呢 是感谢神的圣灵 感谢神的医治 感谢神救赎我们脱离死亡 阿们 每天都要感谢 多么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神没有解决 还有感谢什么呀 感谢神让我们称义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六章 而且来读一下起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国范 你们既从罪理和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神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奴仆啊 义的奴仆 而不是罪的奴仆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让我们称义 我们不是真正的义人 但是被神看作 好像是义人一样的义人 就是不要那么刺满 也不要骄傲 我已经成为义人了 不是 我们还是一个罪人 只是我们披戴了什么呢 披戴了耶稣基督 保血的奴仆 神看到我们身上 保血的印记 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击杀我们 会越过我们 会拯救我们 阿们 我们身上有谁的印记啊 有耶稣基督 保血的印记 我们对旁边大众 你的身上 有耶稣保血的痕迹 没有这个的话 你们是没有办法夺救的 因为神看到就越过 我们是成为越的误点 第五我们要感谢什么呀 感谢神让我们成圣 成为圣洁 接下来 翻假期 出四章三节 回来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引起 我们刚才看到了 有三个神的旨意 常常喜乐 常常祷告 常常感恩 又出现一个旨意 什么旨意啊 你们要成为圣洁 我们对旁边大伤 问一下 你是圣洁的吗 然后这个 好像不是是吧 但是我们会怎么样 会成为圣洁 阿们 我们是在一个成为圣洁的 过程当中 神给我们应许 因为这是他的旨意 天下三文给讲 后发上这三文来读一下 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阿们 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成为圣洁 和无主的使用 虽然我还不圣洁 但是有盼望有希望 神告诉我们 他会让我们怎么样 成为真正的圣洁 我期待着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每天都活出圣洁的生活 阿们 虽然不是很圣洁 要追求圣洁 追求纯洁 追求美丽 第六啊 我们要感谢什么 感谢神使我们怎么样 得圣 格里多前书十五章 五十七节 我来读一下 感谢神 使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圣 感谢神 是保罗的 保罗的话 不过神得 所以我们每天是过得胜的生活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先感谢了 神呢 我相信我一定会得胜的 我期待着那一天 每天活出这样感恩的生活的话 我们相信那个得胜的日子会怎么样 会更快 更早的来到我们堂中 阿们 第七要感谢什么呀 感谢神 无限的恩赐 感谢神 无限的恩赐 格里多后书 九段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感谢神 因他有 说不尽的 恩赐 神的恩赐太多了 我们数算也数过来 对吧 都有什么恩赐啊 爱的恩赐 祷告的恩赐 讲道的恩赐 还有什么恩赐啊 说话的恩赐 走路的恩赐 吃饭的恩赐 对吧 能够看见的恩赐 可以思想 可以思考太多了 无数都数不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每天活出这样 感谢神恩赐的恩典 第三 我们如何感恩呢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人生旅程 实在深感着主耶稣的恩典 既然如此 我们有何理由 感谢神呢 我们应该学会感恩 我们应该活出报恩的生活 圣人大卫是这样说的 大卫在诗篇116篇当中说什么 说我拿神吗 报答耶华向我所赐的一切货恩呢 大卫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报答神呢 他说什么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向耶华还我的愿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 又要求告耶华的名 阿们 我们的答案是怎么 怎么向神谢恩呢 按照大卫的祷告 按照大卫的诗篇 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什么呢 感恩的生命 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要称扬耶华的名 当年上帝怎么样保守大卫 使他脱离扫罗王的追杀 今天也同样在保护着我们 阿们 当年神如何救大卫的病 免了死亡 拯救大卫 不流眼泪 拯救大卫的脚 免了跌脚 今天也同样在拯救着我们 上帝赐给大卫的福气 也赐给了什么呢 赐给了我们在这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一首赞美诗啊 叫感谢神 对吧 让他们唱过了 是吧 我这个复制过来的时候吧 没来得及排版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就没改 虽然看起来有些不舒服 很特别 这里面有多少个感谢 我们今天数过的是吧 有多少个感谢 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 二十四个 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原先的瑞典的原本的感谢 更多的 每一个个字里面都有一个感谢 我们先来读一下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 感谢神丰富预备 感谢神过去的同在 感谢神主在我旁 感谢神赐温暖春天 感谢神凄凉秋景 感谢神抹干我眼泪 感谢神赐我安宁 感谢神祷告和英语 感谢神未能垂青 感谢神我曾经风暴 感谢神丰富供应 感谢神赐我福与乐 在绝望中得安慰 感谢神赐无限恩典 感谢神无比慈爱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 感谢神玫瑰有赐 感谢神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有福盼望 感谢神赐喜乐忧愁 感谢神属天平安 感谢神赐明天盼望 要感谢直到永悦 阿们 希望各位同学妹 你的生命当中的感谢 要超过这个感谢才可以 每天我们在晚上 在临睡之前 感谢的理由 要数月数过来 希望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 阿们 如果我们真的 活出感恩生命的话 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 你的家庭就会改变 你的生命就会成长 所有的事 都会出满神的神迹与其事 阿们 希望我们活出感恩的生命 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 我来读一下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事业中 要以为大喜乐 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事业就生忍耐 罗马书五章 我们来读一下 忍耐生 老恋 老恋生 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主义被招的人 所以无论是任何的环境 都有神的工作在里 万事互相效力 所以我们在任何的事上 都要怎样 都要感谢神 阿们 感恩是神的旨意 是神所喜悦的祭物 是我们得盟祝福的什么呢 道路和途径 是我们得胜的闭绝 那么我们要如何寻规一下神感恩呢 世界上最无情 最愚蠢的人 就是不懂得感恩的人 我们可以朋友大家好 不懂得感恩的人 不懂得感恩的人 是最无情的人 是最愚蠢的人 所以你是怎样的人呢 我们是不愚蠢的人 我们是不愚蠢的是吧 是有情妹妹是吧 阿们 一个人 我幸福是吧 阿们 也不是你姓 姓李或者姓赵 应该幸福是吧 真言书17章22章 看什么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人 使骨骨骨骨骨骨 所以一颗感恩的心 会怎么医治我们的肌力 喜乐的心是什么呢 是良药 我们如果时常感谢神 我们的心就会变得乐观 积极 有创造性 因此我们也在一切人的世上 无论顺境 逆境 都要感谢 实际上赞美神 过这种与神同行快乐的人生 让我们被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来赞美祂 发自内心的去感谢祂 这是一种完全依靠神而生活的方式 希望我们每个人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 知恩 感恩 报恩的人 从现在起 每天都活出 报答上帝 感恩的生命 阿们 英国有一句谚语 我觉得这谚语说得很好 我们来读一下 感恩是美德中最微小的 忘恩负义是品行中最不好的 忘恩比之说谎 虚荣 酗酒 或其他脆弱之人 心的恶 还要怎么样 还要避免 忘恩是罪是怎么样 罪 让人痛恨 也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诗篇95篇第二节怎么说的 我们来读一下 让我们心怀感恩来到祂面前 让我们唱诗赞美祂 阿们 让我们每天都能播出感恩赞美的生命 有这样一首诗 不是我写的 别人写的 我们来读一下 我感谢 万爱我的人 他让我得到了幸福 我感谢让我爱的人 他让我学会了珍惜 我感谢藐视我的人 他唤醒了我的自尊 我感谢不爱我的人 他让我懂得了自爱 我感谢杀害我的人 他博恋了我的意志 我感谢欺骗我的人 他增进了我的智慧 我感谢重伤我的人 他磨练了我的人格 我感谢编导我的人 他激发了我的斗志 我感谢遗弃我的人 他使我学会了独立 我感谢背叛我的人 他成熟了我的判断 我感谢绊导我的人 他强化了我的双腿 我感谢斥责我的人 他提醒了我的缺点 我们应当这样去感谢 阿们 我们应当学会如何 去感谢如何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 在任何的世上 都能找到什么的感恩的原意在里面 在中国有一首诗啊 这个诗也不是我写的 我是想写也没写出来 不过这首诗我觉得写得很好 是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写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道理 这个诗也叫做当感恩成为习惯 我只是把最后一个 这句话我改了一下 我来读一下 宁静 心在背心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 该体现在哪里 忙碌 看了不停的脚步 金碧辉煌的都市 止不住的孤独 感恩的心不在 才有无数悲哀 烦恼也许是欲望的儿子 他与妄想相亲相爱 当感恩入入心口 将有阳光温暖心头 向母亲慈祥的手 会整个不觉得爱的河流 当感恩成为一种习惯 他会卸下心的负担 世间多少迷惯 让我们世故观看 当感恩成为习惯 欢乐似水流远 日子尽管过得平凡 充实之感实在 当感恩成为习惯 生活无厌半代 修我行为 练我意识 和谐永远长存 Amen 希望感恩能够成为 我们生活的习惯 Amen 当感恩成为习惯的话 就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了 习惯是最难改变的 对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养成 一个感恩的习惯 活出感恩的生命 Amen 好 我们先来串手赞美 宝贵十架 一边赞美一个天奉献 好 好 我们先来站在里面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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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